天台體育場 滿滿的人 他們就好像要等著看 周杰倫那種感覺 所以我是戴著耳機的那種方式 有沒有 上去就拍... 大家好 大家好 就這樣起來了 然後有大螢幕在兩邊 那種好像在演唱會的感覺 然後在演講 就一邊講一邊跳一邊要這樣 才能吸引注意力 最後我為了跟他們 更close的方式接近 所以我跑下去 整個會場跑一圈 真的 對 然後盡量讓他們 可以碰到我的手什麼 大家就感覺好好玩 聽演講可以這麼好玩 可以成長 又可以這麼好玩 那個時候你的字典 沒有緊張兩個字 只有興奮 已經講這麼多場 所以裡面只有一種分享 只有分享的感覺 分享就是如果我好 你好大家好 大家不是更好嗎 真的 是這種感覺 所以你講收衛星課程的時候 同時還有一百多個 大陸城市的學生一起聽課 對 北京時代光華 他們有固定的邀我 每年去一次兩次 那在同時上課的時候 一天課程裡面 一百多個大陸的城市 同時就在上課 他們就是報名參加 這種衛星課程 因為地方遠 他們不可能都跑到北京來 所以我一邊在上課 他們就一邊在上 就是在各個城市 在杭州 在廣西 反正到哪裡 他們都可以上得到 太好了 所以我撿了一段VCR 關於兩位的風雲事 是 我們先一起來看 講話理掉 記住要有一些變化 你稍微高一點 稍微聽一下 Yeah one day I saw that man over there Talking to a girl That girl was really gorgeous 忽高忽低 這樣讓人家強調的時候 人家會震起來 哇 好美的馬子 OK 好不好 可以吧 哇 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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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爐 爐 爐 Lovia more than I can say I'll love you just tomorrow Lovia more than I can say 夫俊瑜老師是華人世界 炙手可熱的演說家 每年至少300場的 演说邀约 媒体邀约 可以说是平均一天有一场 他放下角色的身段 一开场就用肢体动作带动现场 再加上诙谐风趣的实力 专业却不严肃的理论分析 并不时穿插角色扮演 往往让全场观众全神贯注 气氛嗨到最高点 重视现场互动和分享的吴老师 已经为一般人认定 叱咤风云型的演讲术 开拓了一条新路 我真的要给两位拍拍手 所以不只在台湾红 你们红到大陆真的很红嘛 老师你那个时候在大陆 不论在哪里 你一出场 你就是有你自己的style 我跟你讲 刚开始他们可能不太习惯 这是谁啊 怎么这样 但是慢慢慢慢 现在都可以接受 因为我们是很真心诚意嘛 那主要是大陆现在很多的 有两类型的团体会找 一个是亲子教育的 因为他们认为孩子的教育怎么办 三亿八千万 在大陆18岁以下的小孩 有三亿八千万 你可以想象那些孩子 多么需要被引导 所以他们的爸爸妈妈都很紧张 所以像中国移动公司 他们类似这种企业公司 就会找我去做VIP客户的分享 一站一站的跑 那另外一类型就是企业公司 他们的公司希望给高管 做一些情绪管理的引导 或者沟通训练 或者是压力调试等等 那我们就会去那边 帮他们做这样一系列的课程 他们的进步已经是 你不可想象的 过去我们都会觉得 他们落后我们十年二十年 五年前我会这样感觉 五年后的今天 我会觉得没有落后 什么十年二十年了 大概一两年左右的差距而已 而且他们的这个需求量 跟我们是越来越接近 是 OK 麦老师你也这样觉得吗 我非常同意 因为我们自己 在上海有一个分公司 在里头这些来源的这些成分 就是这些人员 他们都是上海外国大学 或北京师范大学 这些年轻人 他们比如在谈话的时候 他并不是谈的是八卦 谈的有时候莎士比亚 有时候谈了一些 有些英文方面的问题 让我是很惊讶 怎么搞 他们是谈的这么样一个 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准 我自己觉得好像 他们是穷瑶小说里面的人物 真的 但的确谈话是如此 所以尤其是北京师范大学 这个女孩 她是山西的一个农村 那么这个女孩 这样长大的 所以背景跟我一样 很穷的一个家庭 她后来考上的 北京师范大学 她其实可以上北大的 但是就到北京师范大学 一路这样读下来的时候 她自己觉得 她说自己的英文 还不算是挺好 她那样子的程度 她自己形容不是挺好 对 可是我就觉得说 你已经实在是比台湾的 一般的这些同学 来得好很多 她说我觉得还不够 那换句话说 他们的学习的渴望 这种精神 那是要比台湾来得长 所以这是两位的一些感触 求知若渴 对 真的是这个四个字 叫求知若渴 你看每次去听演讲 妈妈爸爸会后 听完演讲 这样靠过来 老师 那我的孩子怎样怎样 他们最多常常在问的就是 孩子为什么 对学习没有办法持续 或者是 有时候在沟通上 没有办法很良好 这是他们很多的 共同的苦恼 这个部分在台湾 台湾的优势就是说 父母跟孩子的关系 比较亲近 然后沟通的学习技巧 也学了很多年了 但是在大陆 他们在这个部分 比较刚开始 所以他们有很多 在跟孩子的沟通 有障碍 有不了解地方 从心理学 从管理学 从生理 孩子的身心发展 这比较少一点学习 但现在他们也很认真 举个例子 有一次 一个这个妈妈就跑来跟我讲说 老师怎么办 我的儿子都是这样子功课 这样很烂什么的 那爸爸又不会帮忙来管教 那怎么办 我说来来 你们夫妻俩一起靠过来 我就问说 爸爸 当你的太太在叫你儿子 念书的时候 你都怎么做 我说我模拟一次 儿子 赶快去电视关掉 赶快去写功课 这爸爸说 老婆 你管这么多干嘛 孩子给他休闲嘛 什么时候干嘛 就这样讲 我说 爹爹你弄错了 以后你们夫妻俩要把孩子交得好 一定要有共识 所以我说你再来练习一次 我们两个练习一次好不好 比如说你叫文英 宝贝女儿该写功课了 宝贝女儿该写功课了 你是演妈妈 我演爸爸 我要做正确示范 来 您讲一边 宝贝女儿该写功课了 对 听妈妈的话赶快去 我这样一教他们都听懂了 就是配合上面 共识上面 原来就很简单可以学得到 没有像他们想象说 教养孩子有那么多的困扰 是可以学的 这个真的是感触 很多家长听了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心得 那赖老师 你自己不论走到哪 你在大陆 你觉得呢 你在大陆的时候看到 这个场合里面 其实还有80岁到4岁 这个阶段这么大 是 非常的大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在 大连外国学院 那个时候 已经从新疆过来的 这些老先生过来之后 他在跟我这样 握着手这样讲话说 三Q位的马车 又被你拎出来 来自哪里 他讲的并不是说很标准 可是我很感动 第一个 七八十岁的一个老子 能够这样讲英文 那四岁的还有这个 所谓五六岁的这些小朋友 Can I call you grandpa 我能不能叫爷爷 这样子 那个时候 也真是说 我觉得是同年龄的孩子 在台湾 又要用英文来表示 除非他是上手的 安清班与双语的 对 一般靠自学的 恐怕是绝无尽有 所以你从中看到 那个无形的竞争力 已经慢慢的在标了 应该可以用标这个字 来形容了 所以你们看台湾跟大陆 到底不同点在哪 不论是演讲也好 或是在那边教学也好 不同点是在哪里 是 我觉得就是说 在大陆曾经是非常的苦 所以这种苦的价值 在那种环境里头 随着孩子们 被爸爸妈妈 还有这些爷爷奶奶 就期望说 你将来要成大器 在台湾其实三四十年前 也是这样很苦的时候 大家的自发力 受到影响 那是非常强的 是 所以现在大陆的 在穷贯了 现在开始富有了 但是现在这种穷的那个时候的 这种印象还存在 所以他们现在非常的努力 那台湾现在比较安逸了 有钱了 所以这种所谓的 Burning Desire